第三題 第三題我們要引申 在TOP這個面上建構 那這一題的話 我們就 先建一個矩形 先建一個矩形 一般的矩形 那它的大小的話是 4 46 然後再來就這一個的尺寸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25是從這邊開始算 再來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再來全選 然後接下來修改 鎖定比例 然後找一個尺寸 這個應該是25 那這一個也是25 這46 那這一個的話是 從上市圖看齁 60 那它的厚度是10 就往上漲10 這個這樣子完成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就 建這一個 旁邊的這一個 就是有眼睛形狀的那個 那我們就引申 那引申我們是從這一面開始做好了 從這一面開始建構 那這一面建構的 選這一個面的話 它是底面向下 這樣子方向應該是OK的齁 那我就以這一個 當參照 那再來我們先畫一段直線 上來 然後畫一個圓弧 那這個圓弧的話 就用這一個齁 三點 那畫到什麼地方 大概四分之一圓 那 再來一個畫 從這個齁 上面再畫一個圓 這個畫一個圓齁 所以這一個應該會相切 然後再來 這邊水平線 水平線過來 再往上 那往上到什麼地方 不知道 再畫一個圓弧 接到這一個 那接到這一個 當然最好就相切啦 那再來我們就 刪除段 把這一段刪掉 那我只要畫這一個形狀就好 因為前面的部分 還會再切掉 那再來我加限制條件 讓這個相切 那這一個的話 因為兩個中心齁 在同一直線上面 所以這個本身就相切 所以這個本身就相切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 標渡它的尺寸 那這一個的尺寸 是中心到這一個的距離 那再來這一段的距離 然後再來是 中心到高度的距離 好 那再來 那再來 這一段的R值 還有這一段的話 它是 它是直徑齁 所以這一段要用直徑 好 點圓軸兩次 那這一段的R值 所以我們的尺寸大概這樣子都有了 好 那就來修改尺寸齁 首先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是 80 好 那這一個是 20 14 好 那這一個的話 是直徑 33 然後再來外面是60 好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樣子就完成這個部分 我們就打勾完成 好 那這一個的話 我們是往裡面長 長到什麼地方為止 長到這一個面 好 那我們有個指令齁 長到所選的面 這一個可以 選這一個齁 選這一個 長到所選的面齁 好 好 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要把這個部分切掉 所以這個部分先做 切掉這個部分齁 隱身 然後切除 好 那我用這個麵單會圖面 那或者是你用其他面也可以啊 好 那再來的話 我用這個麵單會圖面的話 好 那 我有可能會用到的基準齁 我就先選起來 所以我先 到隱藏線齁 旁邊這個面我會用到 這個我會用到 好 那再來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面我 標尺寸的時候會用到 好 好 好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我給他尺寸齁 呃 這個的話 我先把它封閉起來 為了方便的話 我把它封閉起來 下來 好 那這一個尺寸是這樣子齁 這個是 這一個點到這個 它有尺寸 然後再來這個R 本身有尺寸 然後 然後 好 那這一個 地方的話 應該是跟這個香切的部分 所以我讓它重合 高度的話 應該是到這條線 所以我讓它重合 好 就是說它是到香切的部分 沒有到最高點 所以這樣子 好 那我就給它這一個尺寸 規定的尺寸 好 那這一個的話 是24 好 那這一個R 是 Z50 這樣子 好 那切掉的話 我是從頭切到尾 所以我貫穿全部 貫穿全部 好 那所以這段圓弧 就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可以做這一個 那做這一個的話 我用這一個面當繪圖面 所以我用隱身 這一個面當繪圖面 然後反向 從這邊長 然後這個面向底面 好這樣子 那因為這一個本身 它就是參照 所以我用這一個當參照 好 那再來畫兩個圓 這一個是一樣大小的 這一個 那這一個圓的大小是18 那我用38 OK 然後這一個就長出 到這邊長30 好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這一個熱的部分 所以我用剛剛 使用先前的繪圖面 繼續再做 好 那 我需要用到的線 我用投影的方式做 需要用到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然後再來 好 那再來我 就畫一條直線 從這一邊 到這一邊相切 OK 好 那把多餘的部分 把它 砍掉 好 那這一個往這邊長 是10 好 好 那接下來就這一個孔 那這一個孔 剛剛預留的部分 就已經是 在這一個面上畫 好 那 預留的時候我們的基準面 其實就放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就是它的中心 齁 那 你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自己在找它的中心 就可以 好 那 我只要一個 凸出來的凸圓 所以它的 大小是25 所以這一個是25 好 往上漲 那往上漲的厚度是 4 我就給它4 好 那再來剩下的就是 再鑽一個孔 所以我們用孔的指令 那這種同心圓孔 一定要會 常用到 選一個面 Ctrl鍵 再選中心 好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孔的大小是18 然後再來貫穿 好 這樣子 那這一個 這樣子就完成了